今天下午视频先另一端 我们是由易浩全来做客了 浩全下午好 今天跟浩全聊聊话题 关注到在昨天就在本港方面放假的这一天里面 人行是发布了一份货币政策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当中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今天我们来跟浩全好好拆解一下 我们来看人行昨天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表示说会密切关注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 会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 也会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同时加强预期管理 保持汇率在合理水平 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而对于经济面临的多项不确定因素 人行就重申 货币政策要以稳字当头 兼职不搞大水漫贯 会根据宏观形势变化 透过降准上缴利润 中期借贷便利 债贷款等多种方式 向市场来投放流动性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同时从多渠道补充商业银行资本 加大对中小银行的发行永虚债等等 资本开支工具的补充 还有支持力度 来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那么关注了很多方面 首先来请浩全来带我们关注一下 在这份政策报告当中 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要点 当中又透露出了哪些信号呢 我觉得你听完一份报告 或者说跟以前政府的一些政策 给出来的都是一个字嘛 一个稳字嘛 就是说其实你做任何的政策都好的话 其实主要都是要稳定为主 因为它不能让市场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猜测 到时候你这样子信息会比较混乱的时候 那这个到时候也会冲击得到 除了实体经济也好 坏说一个整个金融的市场这边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基本我们要看是稳字 所以也不要说要猜测可能会有什么 很大的政策会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不会不一定 但其实同样他也说到一句话 就是预期管理 其实我觉得出这份所谓这份报告出来 也是一个预期管理 就是也不失望说目前就讲得这么实 就是说央行肯定会出很多不同的手段 或者大水漫关这样子去期待经济 他这个也是有一个预防性的手段 就比方说也不是说他出了这个东西 就不会做那些动作 只是说第一个肯定不做考虑 就是尺码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工具去用 但也不排除他最后可能也会在央行 可能直接放水出来 也说不定 但不想给出市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期 不然的话 其实你对于人民币的一个汇率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在里面 这个就跟他的一个稳定这个政策 这样的矛盾在里面 是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看第一张表格当中 刚才我们所关注的一些具体内容 通过他们的口述 我们可以在当中是不是可以找一些玄机出来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的第一张表格里面看到 那么这个会议这个报告有提到说 要关注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可能是关注到美联储方面 或者是英伦银行外围 他们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走向会怎么样 要作为我们来作为一个货币政策调整参考标准 那么第二点就提到说 以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 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外围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是要以自己的 这个起自身情况 自身需要来做出一些货币政策的考量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大家说以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们可能会需要流动性 那会不会有放水的可能呢 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参考的外围方面 所以这个又有点模棱两可 而另外一方面 大家又给出了一个信号 就是汇率市场化改革 要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 同时加强预期管理 最近看到人民币对美元明显一个弱势 而这个弹性管理又是指什么呢 这个弹性代表说 我们可能向上之前太强了 现在要拉一拉向下的弹性空间 是意味着说人民币 有进一步的一个回调空间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 这个口述方面 想问一下好学 你会认为当中 是不是可以按照我刚才的理解 来推断这个人行 可以接受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范围 跟一些参考标准呢 是的 第一点其实大家如果以往有留意的话 就是人民银行的一个货币政策 其实跟可能欧美的那边 可能有点责任不同的一个酒商 但当然现在因为 你欧美那边是处于这个价值的旧次的话 不多不少肯定 你看到最近人民币的汇价 其实也是对起这个 比较大的冲击 比较大的波动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状态 所以第一其实他其实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其实那个汇率这个弹性 是确实是在里面的 也是说也是要反映这个现实 但只不过就是说他这个动作的话 可能这个弹性比较大的话 他到时候可能也会出来去干预一下 但这个幅度可能相对比较大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以我为主就主要是说 一定要伺服中国国内自身的经济状况 去制定这个货币政策 不是说欧美怎样指 我们就怎样指 我们也要按照实质情况去考虑 那这个其实也是稳的 或者说只是一个 怎么样去保持这个社会 或者说经济稳定增长 这个情况所制定的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 他反正怎样你说 反正是一个容许弹性比较大的话 就是说大家其实也是要预测 人民币可能会加波动的话 肯定会较以往 可能会来得要大 但后面的话 他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手段出来 去抓去干预的 不能给他可能冲击到市场的情绪 在里面 明白 那我们从第二张表格当中 一些问题的一些口述 我们再来看一看 判断一些当中的玄机 那首先说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那么这个是不断重复的一个口述了 就是说可能这个 像之前的一个大量放水的情况 应该还是不会出现了 但是之后其实他有提到 要从多渠道补充商业银行资本 加大对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等 资本补充工具的支持力度 同时要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就这一块可能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似乎人行是不想 从源头上继续来进行放水 而是希望在整个的这个 商业的金融体系内部 来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商业银行来弥补市场 对一些经济或者流动性的一些需求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判断对于内营方面的影响 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可能在这个 稳经济稳这个流动性当中 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要面对更多的风险了呢 我觉得是的 因为他这样子说出来 其实也是说 不要指望央行会做什么动作 但如果要做的话 可能他们会给出一些指导 或者说一些帮助 给出一个银行 自己去解决问题 其实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 比方说最近其实 我看见中心银行这种 都在香港市场或者A股那边 其实也提出一些公股的建议 其实你想想 以往的一个内营公股 我们当时如果有记忆的话 都是08年之后 很多银行都要补充他们的资本 情况下才会出现公股的 但现在商业银行 这些股份级银行 这些都已经突然在这个时间点 去做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有可能是趁现在 金融市场可能还算是可以 或者说有一个预防的准备情况下 现在已经早一点去补充资本 那这个也是响应到刚刚讲的政策 可能商业银行自己去 有这个责任去 或者说有这个任务去 帮助可能一个央行 去解决这个所谓的一个经济 现在或者说后面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可能后面的话 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可能会不会 内营会有更多的一个补充资本 这个计划在后面 明白 那我们再看一看 人行对于这个楼市方面 又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表达了 人行又对下一阶段的楼市政策 进行了一个表态 表明说要支持各地 从实际出发 完善房地产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重申大方向是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那么这个想问一下浩雪 你会怎么解读这句话呢 就是其实这句话就是说 其实大家也不要去有任何的憧憬 比如说看到可能经济状况 现在比较严禁的情况下 会不会央行就为了解决 短暂的问题去可能要快放松 这个楼市的调控 那这个可能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 这不会 反正还是鉴定不移的 去推荐这个房租不炒 或者说稳定楼市这个政策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房地产市场 还是需要去 可能有一个过渡性的一个调节 反正可能过去那几年 可能之前之类的问题 现在其实也要慢慢 从市场化去解决 不要去憧憬 说可能央行有什么政策去帮助 我觉得这方面大家也不用去 有一个抱有任何的幻想在后面 所以经历我们这一轮分析之后 杰克浩全刚才的一个解读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说 其实这一份报告 无非它就是一个打预期的报告 打什么预期呢 就是针对着目前一个经济方面的 一个紧张局面 那么之前大家会预期的一些 正面利好的放水刺激措施 这样的一个预期需要打一打消减 包括说我们从源头上放水也好 包括说我们觉得可能有房地产 脱市也好 那么这些预期全部帮你降一降温 那说我们这些风险的事不能做 那看到这个中美西插 即便说已经出现在倒挂 那我们现在可能是这个本身 又面临着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危机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不能够进一步大水满灌 那么打完预期之后又回到根本的问题了 那你这些预期都不存在 都可能要我们收敛点的话 那我们这个经济增长怎么来维持 那么这个解到底从何而来 这个可能还是市场接下来 在这些预期被打消之后 带来的更多疑问了 是的 我觉得第一你说的没错 我觉得这份本身就是一个 打预期的一个报告在里面 但你说后面会怎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不同的源头出手吧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怎么去政府去弃劲 这方面去可能稳住短暂的一个经济局面 因为毕竟现在其实也是有一些因素 有可能是一个短暂性 或者说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还是实际会慢慢解除的 后面的话你说大方上的话 会不会说真的是有智慧 因为美国自身来边 其实也有他们的位置在里面 会不会说真的是最后中美两方面 可以找出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可能对话可能会不会一些关税 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可以谈判的余地的话 那到时候第一美国也可以解决 他们的高通这样的问题 中国也可以从出口那一边 也可以帮助自身的经济增长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后续的一个 比较大的焦点在里面 明白 那我们再看一看 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最后一个话题 内房方面的情况来看一看 内房4月的很多销售金额 基本上都已经出的差不多了 我们看到这次公布出来的 内房4月的销售金额方面 普遍跌幅按年都是有跌五成到六成 甚至是更多的一个情况 而相反当中最好的就已经是万科了 跌幅是只有38% 几乎已经是内房当中 4月份销售金额表现最好的 一支内房企业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内房销售情况 肯定这个降杠杆或者是降负债 其实也是目前内房方面 普遍要去研究应对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现在封城的一个大团境之下 其实大家也无法说对内房 有些更多的一些正面的预期跟要求 那很多城市都已经冰封冬结 在这边你的这个交易 新房推售必然是有些问题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来看看内房的话 想问一下浩全 那么虽然说中央说了 我们不指望说这个内房方面 可能会是成为我们拖经济 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预期打完之后 再看到在结合现在一个疫情 带来一个内房的很多销售方面的困局 那是不是说内房之前的炒作 要完一完结了 我们应该对它预期要往下降一降了呢 我觉得短期来讲 因为现在普遍整个大盘 都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下跌的话 那内房其实也是无可避免会受到影响 那后面的话我觉得 还是抱着之前的策略吧 我觉得内房其实还是 因为它也是说要稳住这个房地产 所以你说有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觉得也不一定 但我觉得只能够去抄底波反弹 这种去抄法 也不能说要自望 真的是有一个明显的整个板块去改变 我觉得可能短期可能一两年纪念也看不到 那这阵子可能你说内房销售跌得这么多 有一定程度可能是疫情的影响 你看比方说一个上海就封了 你封了之后 你基本上有很多这种大城市的销售 他们自己已经顶了 基本上其他地方了对吗 你整个封了 基本上你都兵封了整个销售的话 我觉得这种销售的一个下跌的话 你看到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内房都是同一个影响的话 我觉得这种后续如果真的是慢慢疫情 减退的话 购买力肯定又会重新出现的 只不过短期来讲 我觉得处于个插播局面 也不要说有一个抱有很大的憧憬 明白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一些个别内房方面 那么亚居乐是公布了去年度的 精审核的业绩 纯利约67亿人民币 按年是倒退了两成九 营业额是跌了9% 跟早前公布的未经审核业绩相符 截至去年底 集团总借款 按年是减少了近140亿人民币 手头现金是有约380亿人民币 净负债比率也是下降了10.2个百分点 那么至50.8% 虽然说净负债比率仍然很高 但是下降态势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么针对亚居乐方面的情况 问一下浩全怎么来看 现在其实基本上每一站立场 都是应该处于同一个情况 其实说你说他们业制 是不是真的非常不行 也不一定 只不过大家应该焦点都放在 他一个降港港 减负债这方面 我觉得很多民警 其实如果能够熬过这一波的话 其实后面前景相对来讲 也还算是可以的 毕竟其实业务上面 其实这方面都是一个 大家其实怕他有一些 隐藏的负债在家里面 如果能够熬过这一关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短期来讲 我觉得因为基本上普遍 所有内房都跌得这么惨的情况下 真的是在这个点区 敲底波民企的话 或者亚居乐的话 我觉得这个未必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我建议大家应该先 观望一下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说亚居乐不是一个 好的选择的话 他在整个行业当中来做一些 筛选想问一下浩全 你会把内房当中 关注到哪几支呢 其实如果目前 因为内外都有引诱 比方你除了内地自身的 经济情况之外 外面外围也有很大挑战 所以真的要买内房的话 我觉得以稳为主的话 应该还是要选择一些 央齿的背景 那些会比较好一点 OK明白 那肯定还是688中海外 跟这个华人之地方面 会是一个行业的首选了 好的我们这些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也取决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回来跟浩全聊 我们下期再见